大师教路,不用走怨黄路 我是主持人June 我们现在原来人买东西 就是拿起我们的手机按一按 那些东西就寄到我们的家 非常之方便 所以很多人想创业的话 他们就会想到去做网上的买卖 为什么呢?因为成本低 但是为什么有些人 怎么做都做不起 有些人可以做到去外国 做到非常之成功呢? 今天我们就邀请了大师来教路 他们就是马来西班非常红的网上买家 Arrival的创办人 Ken和Peggy Hello 欢迎来到我们的C教路 一开始我想知道 你们两个的关系 你们现在是男女朋友 还是新婚夫妻 还是老夫老妻 我们是热恋情侣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几十年 这个是新婚夫妻 新婚姓 不是,是热恋情侣 那是老夫老妻 那我们一出去怎么对待 就一定 那一开始我们想知道 你们是怎么开始去创办 Arrival 为什么会创办Arrival 还有为什么名字叫做Arrival 是不是那些 一想到Arrival的衣服 就Arrive了 哈哈哈哈 其实真的是对的 当初我们都会选择 我们两夫妻 我们是决定想做生这个行业 坦白说 第一 当然我们是对这行是很有兴趣 那这样 其实当然 都要老公都很有兴趣 因为其实真的很难得 其实男人来说 他对于 fashion 这方面 他也是很有要求 嗯 所以 当我们真的决定想做这个行业的时候 我们是拿到一个共同点 嗯 所以我们就会想到 不想再带工了 我们真的很想试下做自己的一门生意 不过其实挑战真的很大 嗯 而且踏出那一步其实真的不容易 不过我们都是说 亲年生 我们真的要 try 嗯 那你们在 创办Arrival之前是做什么行业的呢? 嗯 我们大家都要打工 都是打工 是 我又做过Bank 做过电视公司 做过保险 是 都做过Direct Selling 都有做过 都有try过 嗯 那最后就决定要创办 是啦 创办 那Arrival真正 是不是真的那些三道 就叫Arrival 这个我去问石头 石头怎么叫Arrival 这个意思 同时的故事是怎样的 真的 是的 真的好像刚才所说的 是的 我们是会想到 什么名字 其实都有想到的 就是 上网 就是 马上这边卖 那边就到了 那样的意思 嗯 Arrival到我们的门口 这样就会觉得 这个名字是 当然都要客人容易 记得我们的名字 就算我们 都有想过那些很unit的名字 譬如说有些大点法文啊 大点很浪漫的感觉 譬如说 譬如说 都是有些sherifere 那些 那些音感 我游戏 好像很好浪漫 但后来也是一句 问我 你懂得说而已 不代表每个客人懂得说 不如选一个 大家是可以 新路明星的名字 比较容易记得 到最后就是 Come out with Arrival 不过我觉得真的很好啊 很容易记得 arrival 到了那些 arrival 是的 甚至乎我们的trading license 我们都是很坚持一个字 所以一时我们去做些document的东西 政府部门都会问我们 arrival 什么呢 是 Boutique shop trading 还是什么呢 arrival 一个名字 很坚持这个名字 一个字 是的 之前 B4 2017 我们进入直播的销售 那种销售的type 之前我们当然都是拍照 入了火之后拍照 我也是做高位的model 每一件衣服我亲自着 而我老公阿Ken 他真的是摄影师 所以你是目前 还是目前 是的 到今时今日也是 那时候真的拍照 之后我们又要收拾一下照 因为那些brightness 和看 然后又要收下图 然后又要准备一圈 两尺寸 然后才可以上传到我们的page 那边 所以我们的功夫实在是不太大 但是那时候是因为没有直播 甚至乎Facebook是完全没有直播 轻易 轻易 所以我们也是靠谷方式 还有我们也有点面 嗯 有点面 是的 那你记不记得你第一次做vibe 的那个陈影是怎么样 第一次做奶 我有看了 有啊有啊 第一次做直播 其实还记得是2017年10月2日 这个日期 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 一个很大的转变 那时候我是在戴着肚子 是有Pucky呢 对啦 Pucky在里面 那时候是戴着四个月 你已经看到了 看到了 看到了 对啊 每一件衣服都看到 所以其实当下 因为其实之前我没有公开过我戴着肚子 所以就在那场直播 我一下子看到了 身边也有很多朋友 有任何我的live来看 他们都忍不住那种反应 是啊 Picky你戴着肚子 直接在直播那里问我 就是公开了 就是公开了 10月2日 是啊 但我都快快拉回来 不要问我 不如去看衣服吧 不如去吧 那时候第一场直播 当然也是很紧张的 那些我们跳的那种光线 光线啊 backdrop啊 一块板 一块板 是很暗的 我们第一场直播 我想到可以选 放工时间 5点钟开工的 5点钟 所以就特地是 怎知是 其实是这样 没有这么多的意义 是啊 因为放了工的人 还不敢忙 是啊 忙着放工 是啊 反而做工 反而不够忙 是啊 我们真是以为 放了工的人 应该有空去看live 怎知 不是啊 因为我们第一个星期 有一两场 我真的觉得 那些人数都没有我们想像中 是啊 是啊 当然我最记得 最印象什么就是 太紧张了 因为你知道 做live我们的前面 前面 又很难得很真心 每个客人留言 进来的东西 所以我就用 亲自去scroll 慢慢地scroll 是啊 都不知道自己的样子是如何 因为已经订阅太前去scroll 是 一手按错 按了switch camera 之后就看到 我们的舌头 就正正在电话后面 收拾单 就是 我的镜头 就把镜头移动了 后面 所以我就 噢 噢 我又快去scroll回来 哈哈哈 但是这些东西是没得卡的 哎呀 然后我都已经是 又看下去 他又好像 他又不知道我scroll 他又 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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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什么事 所以我都忍不住 然后我说 哇 我叔叔的镜头在那边 是啊 是啊 幸好有穿衣 哈哈哈 我穿衣糟糕 是啊 是啊 一个很大的交分 挺紧张 都爱什么 其实现在很多人 都是用这样的方式 我觉得有点辛苦了 我们看的人 近近 看衣服 看这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你们做得很好 现在真的 有点距离 看到 而且很快 你都 是 是啊 是啊 对 如何可以做到的 不简单 你们现在每一次 至少也有800个人 多的时候 他又有1800个人 1800个人 1800个人 都是一下子 最高 我看到了 是不是 是的 每一場直播我們真的很注重準備 因為就算我是主播也好 我有多淡定也好 經驗已經有累積也好 但是當一個準備不足夠的話 什麼都可以選擇 因為我們的準備真的很多 每一件衣服 都是排列 然後已經排好 尺寸 不可以出錯 然後當我過來介紹這件衣服 那時候後面幕後的所有人 就準備上尺寸 原來有多少件 10分間 因為沒有可能我會在賣 不知道已經賣完 我還在賣 他就要在我旁邊 有一種暗示來跟我說 最後一件衣服 這個很重要 如果下錯單 我明明已經賣了 沒有的 是的 是的 如果我新人想做Live OK 我需要什麼 當然 其實我都覺得 每個人喜歡看Live 都是喜歡看當下Live的那種感覺 那個負責說話的那個位置 就是主播 主播 很像這個樣子 好像今時的 騙人了 我不相信 我差一點 我真的不相信 等一下我開門 等一下 你們信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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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噁心一點也不像得鏡 是不是 看過了 不是 你看看 噁心的可以看多久 看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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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最認識的回答 不是我說的 因為今時的Youtuber 真的有時候不太惹 也很出名 外表不太好看 也很出名 也很出名 也很爆感 那些搞笑 搞笑 搞笑 第二部分 我都覺得是主播的那一刻 你整個直播的那種態度和成分 那你覺得你的觀眾 你的粉絲 是喜歡看你來看你的衣服呢? 哈哈哈哈 其實我都覺得 都有一半是 可能是 大家建立了一個感情座 因為真的 其實一直以來 怎麼說呢 有時候客人都有些要求 他們幫客人反應 我都會很緊張 但是有時候客人都很激動 我都盡量冷靜 回去肥 也有試過客人令到我很激心的 當下 但是還是要再 補充一下客人 一點點 戴著 就令到客人覺得 最重要 整場Live要夠舒服 看到我們 其實我也有看到很多 你的粉絲留言說 Peggy的影片很高啊 真的很好啊 如果我這樣用的話 應該 給其他的直播都罵我 哈哈哈哈 因為我不想做什麼大紅人 因為一個人一破口罵人 就沒有了 哈哈哈哈 所以主播的conduct之外 主播的EQ都很重要 嗯 嗯 還有一樣呢 你覺得 我覺得當然是 我在前面做Live 還有東場Live 真的不是一個人做Live 但背後的Muho工作人員 那種默契 那種默契 嗯 因為當下會有很多 特發事件發生 那種默契是 好像我下單 去那邊 背後的backup網 都很重要 如果我 想做大一點 如果你說 只是買一兩件東西 當然 後面真的不需要人幫你 當然是想做大一點 對 就是要學嘛 對 第一個就是preparation 就是之前的所有的準備list 對 第二個就是主播的conduct 整場的那些感覺 對 和EQ 第三個就是 剛才說的整個team的能契 對 對 這個很重要 那現在這個問題 之前問這個問題 我想問你們 知不知道山打根的人口有多少人 山打根的人口 因為你們防山打根的人口 我做一個譬如 不知道 這個問題 因為我其實都沒有什麼人知道 對 我就去查Wikipedia OK 維基講 山打根的人口 我查過Wikipedia 是157,330個人 嗯 那我又去看你們的page 你們的page 現在是166,195個人 95 95 是多於整個山打根 其實是很誇張的 怎麼可以做到呢 Fans的 如果你說到那個數字 其實是之前躁落 2015那個時候 其實我們拍照 我們很多時候都是打廣告 嗯 因為我們拍了照 Post上Facebook 就等客人來 看到廣告 後來就有東西問 PM PM 是啊 所以有些人就 買到爽的就like follow 對 所以到今天 有人share 嗯 那種 對 累積回來 這麼多年 對 因為 未直播之前 我們都是 要靠Facebook 來買衣服 介紹衣服 是真的 有payfacebook的apps 這些是很正常的 不是的話 我們post了一大堆上 但沒有打廣告的話 其實是沒有人注意到 很現實的 Facebook都是 沒有付錢 對 對 最多給你千零 六千人 對 沒有付錢的 對 看你給多少錢 但是 付錢呢 打廣告呢 最多是更多人 看到我們的post 不過不是guarantee 是有人來賣的 對 所以這件事 都是拿來搏的 這樣又會關聯到 我們外賣的三個款 夠不夠吸引 嗯 所以你說累積到的fans 是這樣的 但當然其實到今時今日 又做了live之後 都看到我們的fans 的人數更加多 嗯 對 比較快 對 那麼在live的時候 而最濕際的狀況是什麼呢 因為都可能遇到的 試過有一次我們介紹的衣服 我們兩個的眼光 其實覺得這件衣服是不錯的 不漂亮 我們都不會帶回來買 誰知就一穿上身的時候 當時令到當下很多客人 客人在場上有同感 他們都會覺得 他們都直接留言出來 哇 那衣服這麼像進醫院做手術的 嘩 哈哈 哈哈 真的 那衣服好像進醫院做手術 剛好那衣服的顏色 是清淡的 另外有幾個顏色 有一個又粉粉的 好像快要生子 哈哈 然後有一個 做手術醫生的那種藍色 哈哈哈哈 所以那些客人做 因為人數他們好像 大家都是朋友 他們就會 一個一個 一個 一個就是做手術的 一個是生子 然後我其實當下已經 補個款 是沒有辦法再買 因為我沒有可能再在那裡 因為在那裡繞 哈哈 其實其實真的很漂亮 哈哈 但是 所以 八百個人一次過說什麼 哈哈 所以 那時候 他都很替我緊張 因為我當下的反應 我們怎麼去撿衣服呢 但是 都是 大家都 給訊號 嗯 next 不行就是不行 不行就是不行 我們的眼光都會出錯的 真的不是每次看衣服 是準的 是 就直接next下一個衣服 再跟客人笑一下笑 我就說OK啦 我們現在就介紹下一個款 但其實 雖然 都已經next了 但其實 路後還會一邊想回 頭上的衣服 什麼問題呢 啊 真的會戴到尾的 那個心情 但又不可以顯示 那個face 其實當然你說 其實真的 我一邊想後果 好像現在 我們這間 arrival 真的不是只有我們兩個人 我們就是一個團隊 如果我是一下 一個瞬間來弄好所有事情 其實我會令到整間公司 運作就會差了一些 我會因為 我會很多顧慮的人來的 所以我就會因為 確定我要做好一點 做好一點 就算有什麼事 令到我好激心 還是什麼 我都是愛冷靜一點 做LIFE 自己做一個人做的 你可以發脾氣 哈哈 有看到很多發脾氣的嘛 哈哈 因為其實 不是啦 你們不會啦 哈哈 其實發脾氣是沒有用的 你會留下 令到客人對你的印象是不好做 就算之後你第二場LIFE 你回頭 你帶著試用來做LIFE 其實客人都會記住 你已經爆了一次脾氣的款 所以 不如脾氣是留回家 發在老公身上 哈哈 哈哈 都不會輕鬆 哈哈 給你一個大鏡 哈哈 哈哈 這個 所以老公是否建議自己老婆做LIFE 哈哈 哈哈 阻止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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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木了 你已經 已經不能換錢了 哈哈 其實之前我們 Sapa Sarao 被一個笑蝶 嗯 真的很多西馬做好 Binning Sarao Kamela 都很多 大多數是 可以說是 7-80%都是西馬 都是西馬 都是西馬 不過近這一年多 真的加了很多 Sarao 和KK Sar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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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有時候都好笑 有時候 當客人來 直播跟我們買了衣服 之後我們又跟他們結帳 到最後提供他們的地址 那時候是Sarao Sarao 我們就說 你是Sarao 不如你來我們點頭拿衣服 所以地方就說 蛤?你們Sarao 有什麼? 這個好笑 這個好笑 其實大家真的不知道 是啊 那麼就 以前到現在也是這樣 以前我們在拍照的時候 那個年代 都是 沒有人知道我們Sarao 到結單的時候 你Sarao 你Sarao 其實可以過來我們店 我們還有一個standard discount 啊 是啊 所以如果做Live Day 不是一個問題 在任何地方都可以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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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Online的話 做Online的話 那如果說 好像你們現在是西東馬 那西馬都有很多同行 在一直播Live的買賣生意 那你們覺得你們自己的優勢 是什麼時候 其實西馬的同行 他們都很強的 嗯 這樣就 我覺得他們的優勢 但是我覺得那些客人 當他們知道我們是Sarao 他們對我們是很新鮮感的 哦 真的西馬的客人 哇你們是Sarao 嗎? 這麼遠的? 這麼遠都會做直播 很久來之前 喂! 就是一個比喻 好像 可能我自己在看 這個Sarao 這個Sarao 看看Sarao Sarao Sarao 是啊 是啊 好像很奇怪 會再去看 繼續看 因為可能對他們來說 一按電話 都會有很多西馬的 做Live的Sarao 可能對於他們來說 是沒什麼特別的 都是很差那麼多 是看我愛看哪間 但是他們知道 這間是Sarao 很遠的 很遠的 要坐飛機 三個小時的 差不多 就是他們和你們買了 Sarao 來的叫來老房 哈哈 哈哈哈哈 其實要買了一些本地貨 本地貨 過到一個海就不一樣的了 是啊 而且當時他們好像 西馬客人還到錢 他們都會大一點擔心 他們會說 我等多久才收到貨呢 因為我真的兩個禮拜後 我做的 沒有問題 我三天都會到的 他們都會說 三天後會到你學 這樣 其實Post Ju 所有的Coreer都是A on your speed 都是A on your speed 所以當他們 其實一時on time 到他們的門口 他們真的很驚訝 哇 這個包裹是Sarao 哈哈 一時我們在外國買的 我們都是特別興奮的 是 因為很遠的路 你看看 那個休息應該是 不可以 是Sarao 是這樣的 很多人做兩下 就不要玩很辛苦 走路 被人罵 或者被人喜樂 被人笑 他們就受不了了 為什麼你們可以堅持每個禮拜 三天 三場 有時鎖在你做四場 鎖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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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每一場都會要三個小時 是 其實是很長的時間 而且堅持 是很難的 這樣其實 這個也是我們的飯館 哈哈 真的是我們主要的全場 其實我們做了這麼久的Live 其實都有很多挑戰 就是 不同種的問題出現 需要去改變 或者去進步 我們也是 會兩個坐下來 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 例如 很簡單 一個燈光 我們都會 放在這裏 放在那裏 怎樣射 真的比較好一點 是 除了放在這裏 還有吵在這裏 吵在那裏 因為可能我會覺得 不行啊 這裏射到我不行 但是我覺得這裏已經是最好 有時候有什麼 不行啊 它令到我的皮膚怎樣 肯定都會吵 沒有 基本上我們都是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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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嘗 大家可能 兩個真的不同的意見 大家都會去嘗嘗 這樣好一點 或者其實兩個都可以用的 嗯 誰先妥協呢 通常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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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麼說 不是啦 其實都好像剛才阿Ken說 其實沒對沒錯的 嗯 因為我們又不是說真的 是 我們又不是拍攝 我們又不是拍攝 有很多東西其實我們真的 學習從 zero 上網找資料啊 怎樣令到光線好一點 舒服一點 那個Line speed 可以怎樣好一點 什麼都是外殼 但是當意見不合的時候 我們都是說 OK咯 一時半都是外殼 待會就知道 整個結果是怎樣 嘗嘗 如果那些客人真的說到 不行啊 聽不到你啊 光線我看到很不舒服 就證明這個準備是不行的 所以這也是其中一種的挑戰 但是很多客人看不到的 是我們 嗯 你們自己對自己的要求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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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就真的 其實我們兩個真的很熱愛這份工作 嗯 因為我們又對時鐘 是 是 比較有興趣 很有興趣 嗯 即是我們都很職業病客 去到哪裏 我們都會說 嘩這樣做又可以 這樣配搭又可以 即是我們有這麼一個研究 嗯 有這麼一個興趣 是啊 所以就很堅持做 嗯 想做得更加好 嗯 所以熱誠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那剛才說到你做Live 是你整場主播 主播三個小時 那你有沒有遇過 在過程中不舒服 或者說了等一會 一點半又Live 不過你又不舒服 你要怎麼去處理這樣的狀況呢 當然有 其實有時候不舒服的話 一些事情很難避免到的 尤其是當初第一年做Live 那時候 頭半年我都之前 聽說是大套 大套 就是 做Live是做到 你大大到去生 真的 做到去三年前 之後就停 之後隔多 一兩個禮拜 我就去生 兒子好像知道 咦沒有Live OK了可以出 出零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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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 那時候 對於我來說 是最 最不舒服的 時期 來的 寶寶 真的會一直踢 其實真的很辛苦 之後我的腰骨很痠 當然 但自己 因為我撐下去 在隔壁站 都已經很擔心了 因為覺得 你不要再這樣站 因為站著我的腳 是啊 是啊 但是我覺得 新年很多人愛買衣服 所以我有幾道參加 否則現在 都試過頭暈身慶 發燒 都試過 好像是喉嚨不痛 喉嚨不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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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真的 一開始 沒有Warm up之前 我覺得 是腦子和心 一尾認不住是痛 其實是痛的 一尾會想到 就痛 但是當一開Live 一說話 就 來了 然後 最後一小時後 就忘記了 忘記了後龍堂 好像避了 那樣 其實說 甚至客人也有要求 算了 Peggy 今天你介紹過這個款 因為你們都聽 他們心痛 是啊 但後來我就越說越說 喉嚨好像 OK了 真的又踩到三個鐘 但之後一結束 就會來了 痛 喉嚨 其實你的藥是Live Live了就沒事了 哈哈哈哈 一尾Live 是啊 是啊 當然 他很重要 確認我 不能病 所以有時候 有些不舒服 他真的會帶我去看醫生 去吃藥 嗯 因為我真的不能病 再加上現在有十元仔 真的 真的 對 我和他其實是 千萬別病 對 尤其是現在有十元仔 真的不能病 嗯 所以有時候 Live前一晚 我還是會看 做些風格 喝多點水啊 那些 不要再按電話 還不分 還在按電話 哈哈哈 所以就是 隨時隨地 要保持自己身體的健康 所以要注意 對 因為Live真的沒有辦法 是 是 沒有得教 照顧自己的身體 哈哈哈 沒有得教 喝多點水 哈哈哈 哈哈哈 吃多點水果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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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郊